你刚才看到了我们那个作者秦教授 就满脸嘎的 真的 就是我跟他一块逛街 人以为我领个二维码逛街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每天关注的是去豆产品 像大伙都知道 网上去豆产品 从几十的到几千元的都不等 那天秦教授就问这个卖家 你这有几块钱的去豆产品吗 卖家说 有 没过两天 秦教授收到了一个快递 拆开之后 上面写了一个字 挤 一边挤还一边唱歌呢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 老能挤了 就估计他那张脸 怎么着也得挤个七八天吧 但当然了 你看我们男孩一般网购 都是欠完字 就走人 不像有些女孩 那很心细啊 必须得验一下货 秘密前两天买了一个产品 送到家之后 快递员住院了 为啥呢 因为他买的产品是防狼喷污剂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 秘密 防谁呀 你对你家人好一点 他也不知道他防谁 其实说到快递这个职业 我认为从古代唐诗就记载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之事 立之来 快递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职业 这么说吧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是快递员 你永远无法看到女神的素颜 但是快递员能 你永远跳开女神的门 但是快递员能 你永远拨不通女神的电话 但是快递员能 前两天 前两天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 那门就是不给我打开 我当时喊了一句 有快递 演唱《游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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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 演唱《飓毒ает刀》 演唱《飓 décidé的会》 中文字幕——YK